一起双施命案的背后 藏了什么样的杀机 场景来到这宁静的住宅大楼 一大清早的 有民众听见哀嚎声 赶紧报警 警方来到现场看到血迹 竟然一路滴到地下室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名女子沉湿在车道边 再往更里头走 天哪又是一具女性尸体 双施命案到底该从何查起 调阅监视器 看到的是有一个男生 把镜头拨开了 这肯定有鬼的 没想到一追下去 最后这名嫌犯 让大家不敢相信 清晨六点高雄三明区 刚刚有听到什么吗 听到人在喊救命哀嚎 有哀嚎的声音 那么早 声音是从哪一户传出来的 那楼上附近的邻居也有听到 我来着人听到听到 那时候有铁铁铁铁铁了 所以当时才报案 烧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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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 不止一个 发现两具的尸体 成羊躺的一个情形 在头部 整个脸上呈现都是 就是已经扁平的一个现象 我看那个头打破 不是说一下子而已 可能打好几下 就平面的 用力的在打破 应该蛮凶残 用什么打的 把脸都打凹了 发现这个拔听器之外 发现这个铝棒 就棒球棒 那个铝棒也有血迹 那个铝棒整个是打到凹陷下去 是谁 有多恨 要打爆这两个女人 这个是一个 异谋性的一个 一个杀脸案 大楼的前后面 监视器之后 已经镜头被往上推 就被移动了 原本就是外力手 镜头下这个捂着脸的人 到底是谁 进去第一个时间 先给我确认身上有没有证件 这两个人的身份 今天从这个死者的口袋 有找到他们 这两位被害人的这个身份证 那还有其中一个 潘信被害人的他的手机 两名死者都是这栋大楼的房客 他们怎么会死在地下室 手机里可能还有更多线索 就是在案发前的几分钟 他有跟着一个 他的一个朋友有通话 那一通的这个通话的时间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通完电话十分钟就出事 这通关键电话谁打来的 用他的电话拨给了他的这个朋友 这个人是死者的姐妹涛 他也知道些什么吗 有一个王姓警员正在追求他 两个已经在交往 但是最近这个被害人想要跟他分手 被害人试着要躲藏他 然后还有像这个证人说 可不可以你家可不可以 借我住两天 警察 杀人 警方后来在死者手机 找到了好几桶简讯 在那个手机的那个电话簿上 有一个写着一个王的 小王的 他两个在简讯 有着互相在吵架 然后有谈论到这个金钱的这个纠纷 现在要追 这个电话0928开头的小王 他可能还是警察 他到底是谁 案发四个小时之后查出来了 他是一名相当优秀的 执法的这个警员 让这些毒虫啊 就听到他的名号是会害怕的 靠了这个绩效 他身后来身寻佐 然后当了副所长 这个让毒虫文之色变的副所长 会是两女命案的凶手 询问他一些同事 其实是没有人看出来他有异状的 当时他正在巡逻 被急扣回来 先交出配枪再说 我们跟他说 有发生一件这个双丝命案 那其中这个女子 潘信女子 是你认识的 他很冷静地回答我说 凶手不是我 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 他就是凶手吗 他这么冷静 也就是因为他这么冷静地回答我们 其实当时在我们 这个侦办人员 心中就有个敌人 他心中要逐起一道防线 但是他这个 他这道防线太刻意了 变成说很不自然 让我们这个侦办人员 一看就知道他涉案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警方注意到他的手怎么回事 他的伤大概在分布在他这个手部之边 那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先造成这个伤痕 类似有切割的这个痕迹 怎么会有这个伤痕 可能在打斗的过程中拉扯或 怎样情况造成 我当时我有很清楚地跟他讲说 如果凶我是你 你是绝对逃不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验证 如果他就是凶手 至少得先证明他到过现场 现场去我看到那个建树录影被剥开 所以我就是要他们侦察队 还有那个手盖地的分子 赶快去掉建树录影 什么时候的时间 什么时间点被剥开的 我能了解大概有七个镜头 所以他在剥的过程中就有拍到他 用毛巾蒙着脸 上衣是还蛮好识别的 因为他后面有两条白色的这个条纹 从后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这两道反光光条能映造出什么线索 我们就是有调约他这个派出所的 值班台的监视器 所以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他 他出去穿的衣服就跟现场歹徒 剥开监视器 那个衣服是一模一样 代表剥开监视器的那个人 就是他 没有错 就算镜头是被他剥开的 接下来什么都没拍到 怎么证明他进了房子 杀了人 还有办法吗 1 2 3 好干 好了 身上有血跡 这地方我们敲击的时候 这阵血跡会往旁边 刚刚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这个血点会比较急到这个地方来 地面上的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角度呢就好像是这个静态号 所以顺着静态号我们可以追回去 知道血源在这个地方 那个人正在挣扎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像头发插抹过去的血跡喷剑盆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在现场上 有时候会留下的小毛发 被撞击了之后 他在那地方挣扎的时候 留下来的这个血跡的 这个转移的痕迹 快 警示他穿回来的衣服 有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在他房间 查扣了他的红色的这个鸭舌帽 就是他在现场 他带去那顶鸭舌帽上 有这个不是很明显的 这个血液的痕迹 当你有血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他在敲击一下 那个血就像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喷尖血迹 他就慢慢慢慢往 四面花房溅出来 所以为什么有机会 会溅到他的身上衣服等等 这些都有机会的 经过见识之后 其实他上面的行别 就是跟另外一名将信的被害人 血液的这个DNA的行别 是相符的 他出现在命案现场 他的帽子喷到死者的血液 他的心房开始动摇 他说他想要见 他的局长 回来派出所 跟什么包括在我看到 是失神这样子 当他跟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其实我们知道 他已经卸下心房了 他认了 但为什么派出所副所长 杀了两个女人 他们彼此什么关系 在当时我跟这个潘姓女子 吸收为他为这个献民 因为毒品半毒品的暗刺去认识 然后久而久之 就两人就发生了感情 警察爱上了献民 献民却爱上同性恋人 三天前的时候 他有去找这个被害人 然后我在现场 又发现结婚证书 就是两女 他们也有这个结婚证书 但是自己写的 他不放弃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他要分手 所以引发他的不悦 就跟这个王贤 说你是警务人员 我们两个交往 你又有家庭 要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全部都揭露出来 据他所称 是这个潘姓女 被害人是牵他 这个金钱 毒品关出来的时候 那也没有职业 要一些经费 都去找他 这个企图高手 卷入了两女一男的 复杂纠葛 该摊牌了 那一天望着这一幕 他在盘算什么 三天之后他回到现场 但这一次 他不是空手而来 侵入之后 然后一直把那个 铝棒还有把电机 放在这个楼梯口 嫌犯公称 当时两个女人 在地下室同时攻击他 其中一个人甚至戴着镰刀 急于自卫 所以他反击才会打死人 但真相呢 两名死者的血迹分布 有区隔 没重叠 这证明他们是先后遭到攻击 其中潘女的血迹 集中在地下室 被害人 工作缓家之后 在门口被嫌犯遇到发生争执 潘女被重击至少19下 他第一个遇害 接着是姜女 接着有一些异常的现象 所以才下楼来查看 结果在一楼的时候 又遇到这个弦犯 然后在拉扯的时候 他又跌落在地下室 倒成了这个 就寻凶的一个情形 受伤害以后 被这个弦犯把他拖 然后血还在流 所以那个血 拖在那个楼梯 一阶一阶的这样 空空空空 到地下室 江女至少被痛击50一下 最后也死在地下室 这个副所长杀红颜 前后不过40分钟 他回到分住所 换上制服 继续执勤 杀了两个人 他当真什么都没发生过 因为他一直很担心 他会被判死刑 他在我们的过程中 他有提到这个 所以他问我们 他还有没有机会 他还有没有机会这样子 成也弃毒 败也弃毒 当初靠着工奖 当上了副所长 如今却也因为泄民 卷入了这两女一男的 勤才纠葛 毕竟大家 我们都是穿着 同一件制服的 大家都是同袍 那我们也跟他 跟他开导 人民保姆便杀人凶手 上靠那一刻 警察使命 已经划下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